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年已经到了九月份了 愿神恩待我们在过去的八月份当中 让我们都能够渴望神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成为一个刚强壮大的基督徒 愿神祝福我们平安 耶利米书26章1到15节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登基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领导耶利米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对犹大重诚意的人 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 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一字不可删件 或者他们肯听从 个人回头离开恶道 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 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 不听我从早起来 拆遣到你们那里去 我仆人众先知的话 你们还是没有听从 我就必使这殿如释罗 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 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 祭司 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 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 祭司 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 你必要死 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誉言 说这殿必如释罗 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 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 到耶利米那里 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 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 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 祭司 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 这人是该死的 因为他所预言攻击这城 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 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 耶和华差遣我预言 攻击这殿和这城 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 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他就必后悔 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 至于我 我在你们手中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 就那样待我吧 但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若把我致死 就是无辜人的血 归到你们和这城 并其中的居民了 因为耶和华实在拆遣我 到你们这里来 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谈到耶利米书 二十六章 一到十五节这段经文 这段的主题提到说 回转离开恶道 成为真实的敬拜者 在二十六章第一节 耶利米直接对着在敬拜中 来圣殿来做礼拜这些 这些所谓这些敬畏也合华的 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从神的话 而神对耶利米说 我对你所说的话 也借着你所说的话 要吩咐他们 一个字也不可删减 或者他们肯听从 个人回头离开恶道 所以神的话是一句也不可以减少的 当说的就要说 所以耶利米就对着他们说 你们若不听从 不遵守我的话 不听从我的话 你们就必像示裸一样 对耶利米来讲 这是一个挑战 这些人来圣殿来敬拜神 难道他们的心如何呢 其实耶利米知道 这些人即便他们来到圣殿来敬拜神 但是他们的生活跟信仰是脱节的 即便来了敬拜神 但是生活中 却充满了许多神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耶利米说 你们要听从神的话 若不听从 我会让你们像世罗一样 那世罗以前曾经有约会放在那里 后来因为被带走之后 世罗就变成荒废的 成为忘国所咒诅的地方 所以当这些人听见之后 就非常的生气 对他说 你必要使对这些人来讲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 但是耶利米所说的话 却造成对他们来讲 好像一股刺激他们 好像认定他们这些人 即便你来到圣殿来敬拜神 但是你心中却充满了许多 污秽安葬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就像世罗一样 即便有那个城 却成为须有其表的城 所以当这些人听见之后 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他们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说中他们的心 所以从这一段我就想一想说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们 我们既然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 或者礼拜天或者其他时间 我们是想试问一下 我们自己在敬畏神 信主这段这整个旅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用 耶稣所说的 是用心灵和诚实真正来敬拜神 不是只是礼拜天 看似很像一个基督徒 但是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 回到我们的实际 不管在职场 不管在学校 甚至一位家庭主妇 我们的信仰 让别人看见 我们是真的是敬畏神 就像人对彼得说 我看见你是跟从耶稣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当耶利米说了这些话 对这些人 他们的心没有说 阿们唯一悔改 而是带着极大的反弹 说这人必要死 因为耶利米所说的话 郑重要害 命中他们的心里面那种反弹 所以当他们被说中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想要杀死耶利米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当有人提醒我们的生活跟信仰 有一些落差的时候 求圣灵光照我们 使我们愿意悔改说 是 我愿意能够真实面对我的信仰 让我里外都成为一样的人 让我真实成为一个 用心里诚实敬拜神的人 愿神祝福我们 阿们 当耶利米说了这些非常严重的话 对当时这些在圣殿中 不管是来朝见神 敬拜神这些人 产生极大的一些冲击 特别是先知跟祭师 而这些都是 看似在圣殿中 忠心服侍神的人 所以耶利米他领受神的话 他再次地对众敏说了 一样让他们要回转归向神 因为神对耶利米说 我差遣你 将神的话要一字也不可删减 所以耶利米说了这些话 除非你们后悔 免得神会将灾祸在你们身上 那耶利米他对自己的下场 或者他的未来如何 他说 至于我 我在你们手中 你们看为善 你们看怎样都无所谓 所以耶利米他是一位先知 当他领受神的话 要告诉这些百姓 他不是讲好话 是讲真的话 因为得罪了神 所以神要透过耶利米告诉 以色列人要回转归向神 而耶利米自己知道 他的下场不会好到哪里 所以他说 至于我按照你们 何为善何为众都可以 所以对一个先知来讲 他清楚知道 他不是讲好的话 他不是讲讨人喜悦的话 他乃是要把神 在他身上 因为神爱这一群百姓 一定要透过先知 告诉他们 要使他们回转归向神 那个下场 那个结局是可以预知的 但是耶利米一点都不害怕 一点都不害怕 所以至于我按照你们的方式 可是后面他说 他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把我致死 就使那无辜人的邪 归到你们和你们城 那并此其中的百姓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将我致死的话 你们要想一想 流人血的罪会归到你们身上 也会归到整个城里面的百姓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想一想 因为耶利米即便他说了这些话 而这些先知祭司 我相信他们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们也在面对这个一个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只为了要讨好神的百姓 甚至昧着他们的良心 即便在圣殿中一年一年每一年的服事 但是里面没有悔改归向神的时候 那个服事在神的眼中都是枉然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 特别是成为传道人 在圣殿服事当中 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的服事当我站在台前的时候 在任何一个角落我服事神 我的心是不是真的愿意投入在神的面前 首先先认罪悔改 知道自己可能在一瞬间 在服事之前也得罪神得罪人 然后再服事那个当下 求神帮助 所以我们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 因为这是耶稣所说 我们很正确的态度 就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 愿神恩待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求主帮助我们 透过耶利米先知 告诫了这群先知祭师等等 如今也如同告诫我们 让我们成为服事神的 不仅是传道人 神的儿女们 愿神时时刻刻光照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求主光照我们 谢谢耶稣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生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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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